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 这个字母哥的欧洲步 那哈登也有做 哈登和字母哥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 这两个人能走那么多步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 他们这个欧洲步是什么样的 首先我们讲普通的欧洲步 普通的欧洲步 运过来,对吧 运过来,运过来 两步,一二 对吧,一二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 这个哈登和这个字母 他们能走 一二三 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合球动作 因为篮球现在的规矩就是 只要你不合球 合球的时候才开始输两步的时候 我可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对吧,然后一二 所以呢 如果我在快攻 我把球推到前面 这个时候我走几步 我走几步,这是不算的 什么时候开始算 蹦蹦蹦蹦蹦蹦,一二 这么算的 我甚至可以就是 蹦蹦蹦蹦蹦 也有可能就不是走步 所以呢 哈登和字母 他的这个欧洲步呢 怎么做 超级欧洲步 超级欧洲步之一 你把球啊 你去攻击篮筐 你先做一个推球变相 推球变相 然后呢 球在空中的时候 你踏第一步 然后呢 如果方向者往那边偏了 你直接走 这是合法的一步 因为第一步不算的 那么如果 哎 你觉得 方向人觉得你会走这个 一二的话 他料不到你第三步 你就 呃 蹦蹦 Oh my god 他就迷了 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就玩的更恶心一点 如果他不吃你那欧洲步 你就 正欧洲步 就是 然后就字母哥就会扣篮了 而且 很夸张的一点是什么呢 字母 我刚才看得很近 字母可以直接从这种地方起三步 来可以 哦 哦 哦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关键就是你得把球推出去 嘚嘚嘚嘚嘚嘚 因为理论上讲 我就天龙八步也是不是走步 我就 嘚嘚嘚嘚嘚嘚嘚 哎 这都是合法的 我想走几步就走几步 只要你把规格运用好 同样的 你这个反方向 我把球推出去以后 一二三 对吧 我们可以甚至尝试着走四步 我把球推出去以后 一二三四 总之呢就是你想走几步走几步 而且欧洲步呢是 右一下左一下对吧 左一下右一下 那你这个篮球呢一定不要玩死 那你这个篮球呢一定不要玩死 如果你走右一下 他不动 他还在那站着呢 你就不要往那边走 你就 哎 你就上篮了 啊 所以呢 你就合法的运用这个偷步 因为偷步 你看F3这个偷步 变向一二 对吧 你变成欧洲步一样的 你偷一步 哦 哎 就都都是合法的 这个韦德 这个绕球 这一下 好多人说走步 不走步 很多人觉得 哦 一 二 三 不走步 我这一步 算合球步 所以合法 慢动作 很多人觉得慢动作走步了 但是裁判是不会看慢动作的 这就是正常球员动作 所以它就是好的 你到这儿 哦 对吧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 对吧 就是可能那就是走步 但是裁判就看不到 你就 哦 试走步 但是有时候裁判它就是看不到 它就是看不到 包括比如说 这个安东尼戴维斯 有时候会 对 哦 哦 这也没老病 合球开始算 我来了 哦 对吧 合球步 然后但是今天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这个超级 超级这个 这个欧洲步 我们再看一遍 从前面看吧 从前面看吧 首先 我往前来了 我把球交换 踏一步 两步 三步 成功了 啊 如果那人不动的话 踏一步 两步 三步 哎 我又成功了 左右手 两边都要练 然后呢 你要知道 你这个球放到这儿的时候 我是可以自由走走动的 啊 包括你这个运球状态下 小碎步 对对对对对对 crossover 我到这儿来到 哦 我前几天 前几周 我就有一个欧洲步 踩踩也没吹 我到这儿 我蹦一二三四 踩踩没吹 然后叫对面一个犯规 因为这个欧洲步还有一点 就是 你到这儿的时候 如果防守人是 这么站的 他没有这么站直 他是这么站的 你就 你就到这儿 对吧 你就去 啊 你就造他 造他 造他归 然后 就可以成功 然后感谢各位 欢迎大家购买我的蓝球训练计划 所有的 动作 都需要强大的基本功驾驭 然后呢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